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问周深有没有人设 人设这个词有眼的意味在里面 明星所谓的人设崩塌 正是因为在粉丝看不见的时候 行为举止很不一样 但跟周深有相处的很多朋友 同行工作人员都说 周深在台上台下没区别 或者他们描述的周深 跟我能看到的没区别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能坚持自我的 很努力向上让自己变得更好 而不是靠演出一个表面形象来忽悠人 和武艺猜词说的话 真没必要过分解读 周深的情商 是绝不可能针对武艺说出那样的话 周深是对任何人都尊重的人 包括对学员 他只是单纯的猜词而已 就像在青春环游记儿里 和杨迪猜词不也说了蜥蜴吗 为什么说蜥蜴 因为周深听不到对方说话 只能从对方表情手势动作去判断 杨迪深折透 周深就以为是蜥蜴 杨迪以前也确实模仿过蜥蜴 观众是旁观者 自然觉得猜词容易回答而已 他有缺点 胆子小 太谨小神威了 这也容易理解 没有背景 在娱乐圈里生存下去 就得小心翼翼的 然后周深和李克勤老师 在节目里合作很成功 但是他知道实现梦想只能靠自己的努力 他的目标是凭借作品 在大众面前获得存在感 当一个用作品说话的歌手 同时他已多次强调过 不要给他立原设 他只是一个简简单单唱歌的男生 当一个纯粹的歌手 然后就好像我是女孩子 我也单纯喜欢被异性夸啊 深深也是28岁的成熟男人爱 被这么多女孩子喜欢 高兴是肯定的 但是这种开心非常的纯粹 谁能不喜欢被更多人喜爱呢 但是拒绝泥油粉也是真的 毕竟有些粉丝年龄小 不能给莫名的期待 永远要分析偶像和粉丝距离 照顾好自己的三次元 再去努力支持他 这个应该是他最想要看到的了 我也特别喜欢他的傲娇景哈哈 考古到12年卡布的一个电台采访 19岁的卡布参加一个歌手大赛进入石墙 电台采访的时候 主持人说大家要多多给卡布投票 害羞的小卡布说 大家尽力就好 一瞬间就觉得孩子很真诚 后面看到很多他不出名期间的采访 慢慢变得鲜活有趣 可能他本身就是一个鲜活有趣的灵魂 只是最早被不自信封印住了 后面慢慢解封 虽然他内向 但是他永远温暖着别人 就算变得话多潜力 而且语速极快 但是我会发现 无论他再怎么画牢 就算有主持人不正当的引导 他也会坚持自己正确的观点 从不会被带跑偏 说话的分寸感掌握得特别好 特别得体 真的让人震惊 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极正的三观 还有灵活的头脑 我是没追过心 没有深入了解过其他艺人是什么情况 但是发现深深这个宝藏 让我觉得他确实不愧为世间美好的存在 不希望他能大火 就希望他稳扎稳打 能永远给大家唱歌 见味佩妥 出门已是江湖 而盼有天籁 心中有周深 生理不孤独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一位生理感慨颇多 真的是再次感叹有梦想又热爱生活的人 无论在做什么工作都会觉得快乐 说的就是周深啊 他的正能量 他的励志 他的努力 他的乐观 在时时激励着我 这位生理说 实习以来 我一直处于恐慌和焦虑中 而且越来越严重 临近毕业 参加了很多次校园招聘 进行了无数次的现场和网上面试 还一直在筛选合适的职位 举妻不定 时间一直走 没有尽头 只有路口 见味佩妥 出门已是江湖 还好 庆幸的是 耳畔有天籁 心中有周深 生理此生不孤独 这位生理还表示 正是因为粉了优质偶像 宝藏男孩周深良久 所以一直坚信 你对世界抱以微笑 那生活便处处都是幽默 青春是美好的 夏天的少年 有清明的味道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甜的橘子 沏水的香气 眼前的少年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也许 没有人再像过去二十多年一样 有老师 同学 家长 实时叮嘱我们 教我们如何向前走 向哪里走 但愿少年 能快快乐乐 无忧无虑 千帆过境 归来仍是少年 也许 在没有答案上的正确选项 提醒我们你选的是错的 必须纠正 也许只能单枪 匹马 孤军奋战 甚至头破血流的时候 身旁也在没有同学 老师和战友了 小编又一词想到了忙碌的周深 天命三郎周深上线 飞上海奔重庆 赴杭州 又转战深圳 真的是忙个不停 宝藏男孩周深在上海 连续参加两场重要的活动 在重庆连续数日参加多档节目录制 马步停蹄 心夜兼程 抵达杭州 他所到之处 受到粉丝声米布丁的热烈追捧 在杭州 周深参加圣年晚会 在台上演唱大鱼 看海天一色 听风起雨落 直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 大鱼的翅膀 已经太辽阔 我松开时间的绳索 现场的声米说 周深的舞台酷炫 大鱼的背景也是非常应景 他真的太会唱了 声米在现场除了满足还是满足 声米还说 这首歌是我的心头肉啊 当初与周深相识时 就是因为这首歌 真的唱到我的心坎里了 小编看了这位声米分享的现场 视频花絮 看了好几遍了 确实让人感动 可以看出 现场有粉丝眼含热泪 在台下一起跟着周深合唱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每一滴泪水 都向你流淌去 倒流进天空的海底 周深的天类声音 与众多粉丝声米不丁 发自内心的合唱共鸣 简直就是单曲循环中的单曲循环 天类中的天类 那种声音和共鸣 是带着感情的 是双向的 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看过好几遍现场花絮之后 小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 以往周深与粉丝声米那些大合唱的场景 怀念去现场一起大合唱的日子了 于是乎 小编又在盼望周深的大型演唱会了 小编记得有一位生米 曾对上心说过这样一句话 小编总是念念不忘 这位生米说 没有人天天想周深 但天天有人想周深 说得太好了 鲜花和掌声 可以一股脑地送给这位生米 生米说得真好 见味佩妥 出门一时江湖 耳畔有天籁 心中有周深 生米此生不孤独 参加完杭州的盛免活动 周深又吩咐深圳 真的是惊喜不断啊 他的敬业和努力 对出入江湖的人来说 也是一种激励啊 夏天的上 这关不停的娱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